各位法师各居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6页 讲到123456第6行这里 我知地址转转行之 则是如来法身常在里面 是吗 那这里主要就是 见佛是为了文法 文法是为了见法 见法知法路法得法 那么得到解脱主要是这样 所以这里的就是说 如来虽然不在 但是如来所说的法还在 那么依法修行就可以得解脱了 佛在跟不在 那么不是重点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不曾听过法 不知道解脱法 那么当然要如来说我们才知道 所以如来在跟不在就很重要 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个路往哪里走没有人知道 那么 所以那个知道路的人在跟不在就很重要 这个病没有人知道怎么治 所以那个能治病的医生在不在就很重要 但是医生把治病的方法留下来了 那个人把上山的方法留下来了 指出来画出来 佛陀把解脱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 留下来了 所以即使佛不在就算医生不在 你医着这个医着这个要方 仍然能够治病 那医着他所留下的地图依然能够上山 医着佛陀所留下来的遗教 所以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人知道 也不知道佛法解脱的方法 佛在跟不在很重要 如果佛已经跟我们讲了 法已经留下来了 佛在跟不在 那么不是那么重要 当然佛在还是比较好 但是即使佛不在有法 因为佛在也是为你指出 解脱的方法而已 也是跟你说如何得解脱的方法而已 他并不能帮你解脱 他是指导你 教导你 告诉你怎么修行得解脱 那么方法已经跟你讲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 我知地主长转行之 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念 因为如来法身 众生依法修行就得法身 那么众生依法修行 得解脱的法身 借定为解脱解脱之间的法身 跟如来修行得解脱解脱之间的法身 是同一个法身 所以才会说 那么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念 好 那法身的是否常在 依佛定指的行见而定 就是说你有没有如说修行 有没有依教奉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佛法的根本 跟其他 跟其他宗教不太一样 佛法不共事间的是智慧 它基本上是戒定慧 等下会讲生团戒 戒定慧 那么这个是共事间的 那么戒 那通常来讲 有时候叫根律 就是能源经讲的摄心为戒 都摄六根 静念相近 大师是菩萨念玛文团章讲的 这个是摄心为戒 那么有时候重在 就是戒能够不生幽悔 如果你有戒 因为你如果 从道德规范来讲 如果没有 那么你就能会心生幽悔 会有业障 会有暴障 会有烦恼 那么可以不生幽悔 就没有障碍 你的心 要修定没有障碍 所以一戒修定 一定花会 那么一会得解脱 那么这个会基本上 那么我们如果 他可以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会主要 我们就说是有肉会跟无肉会 主要是这两个而已 有肉跟无肉 那一般来讲 我们说一般的说法 那么有肉会就是文师修 一般的人 文所成 师所成 文所成会 师所成会 修所成会 那么这个是正所成 其实就是文师修正 那么这个就是 知法入法 建法知法 建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于正法律 那么得无所谓 得远至明觉 这个是阿安清常常讲的 那 基本上 文所成会 是前面要依善之识 文所成会 你从哪里文 我们不知道 自己又想不来 又不知道 所以要有人指导 要有人跟你讲 舍利佛跟穆建人 如果不曾听过 马圣比丘说的缘起 那么也许也没有办法 那么吴比丘没有听 释迦佛跟他讲的四地 那么中道 那么他也没办法得解脱 自己想想不到 所以他必须要亲近善事 那么 当时知道的 觉悟的就是佛 就是佛陀 那当然佛陀 成就之后 跟舍利佛讲 跟马圣比 跟吴比丘讲 吴比丘 就变成善之士 因为他也得了佛的法身 所以他跟舍利佛讲 舍利佛也正德 那么舍利佛又跟穆建人讲 那么他又跟 这个 比如说舍利佛又跟交换波提讲 那交换波提也正德 就这样 登登相续 法法相传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亲近善事 是为了听闻正法 亲近善事 是为了听闻正法 那这个就是文所成 你大概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知道缘起 那你知道缘起 你听过 那么这个五云无我 无常无我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你盘起去 你听了 但是 有人听了 舍利佛听了 就正出国 那我们听了为什么没有 没有如理思维 或是没有定 没有戒跟定的前提下 你的戒 你的戒不具足 你的定不成就 你的慧 只是有弱慧 有弱慧就是夹杂的我见 夹杂的烦恼的智慧 他还是会 但是 有弱慧是没有办法得眼智明觉的 没有办法见法知法路法得法 就是见到实相 见到真理的 所以 有弱慧跟无弱慧中间 有弱慧先要有有弱慧 有弱慧一定是从文师修来 那么文师修 文师修要变成有弱慧要变成无弱慧 那个定很重要 所以要有七一定 或者 要是要有根本定 或者 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得慧解多 根本定 就是七一定 从出产到 到 到 到无所有出定 就是社界无社界 那么 非产非非产不能 不能引发无弱慧 所以出产四个产四个定 四产八定里面 社界四个定 无社界三个定 最后都非产非非产没有 那就七一定 或者 或者至少要有未到地定 那么才可以引发无弱慧 才可以引发无弱慧 那么 那么定最主要的就是 调谷烦恼 因为收射身心 调谷烦恼 引发神通 引发智慧 引发无弱慧 那么定要成就 定要成就 必须 心要极尽 没有优惠 没有障碍 所以要离五欲去五干 那么所以借成就 那么借成就 必须信成就 那么就是你对佛法要有正信 好 要有证见 那么证见 那所以他基本上是从文思修 那么文 文只是文而已 那么你还要正确的理解 你所听文的法 所以你要如理思维 听文正法之后要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正确的之后 要法随法行 就是如梭修行 然后才能够随着你所修行的法 而正得这个法 而得解脱 而得无弱慧 所以变成正所成慧 它是这个 所以才能够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生眼自明解 那么 以正法律 那么不生营火 那么得无所谓 那么这个是佛法里面 最主要的 那不共世间的其实就是无弱慧 有弱慧 凡夫也有 外道也有 戒根定 凡夫也有 外道也有 但是 无弱慧 只有八正道 四念处 只有佛 佛才有 那么所以佛法不共世间的 最主要是 那么 所谓的初世间证件 三法院 好 那么这里 这里再说到 他说 所以 那么最重要的 他说依佛地子的行见 就是实见 修行实见 那么就是在这里 法随法行 这个就是实见 他说行见 一样 这个叫做依教奉行 依则佛所教的 那么 奉辞修行 或者叫做如说修行 如说如佛所说修行 或者叫做法随法行 那基本上是这样 他一定要有 就是 那么 等你法随法行 如说修行 依教奉行之后 那么他就怎么样 他就成就 成就功德法身 就能够得到什么 正所成为 见法知法路法得法 那么就得法身 所以法身在不在 就是如来的法身有没有常在 看有没有佛地址 就是如来传给你的灯 到你这里能不能点得早点不早 要看你有没有随着修行 如说修行 那么你的修行必须要正确 要如理思维 就是要正确 所以说我们讲过就是 我们的修行一定要 一定要合乎三个原则 第一个向上向上向解多 第二就是三个趋向 他一定是好的 他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他一定是究竟彻底圆满的好的 他不是 就是说他好一定是好到最究竟的好 就是他是善的 初善 中善 后善 有益有味 这一般都是这样讲 就是他从头到尾 他说一直是好的 向善 而且越来越好 而且就是他不会说好一好又变成不好 当你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 这个好就不会被改变 彻底究竟圆满 那么这个叫做向善向上向解多 第二个就是你修行的方法 他一定要符合三个原则 第一个一定是正确 八正道第一个叫正见 六波罗蜜 波罗为导 通常就是这样 没有正见底下 你的念不叫正念 你的定不叫正定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正确 一定要如理思维 那么如理了之后 他还要怎么样 要适合你自己 就是他要合适 那么你现在去称心 你适合修实心观 那么你比较对这个执着身体 你修戒分别观 你比较愚痴 你修缘起观 你贪爱心重 你贪爱心重 你就修不敬观 类似像这样 那个法都对 但是你贪爱心重 你还修慈悲观 那就越贪了 你称心重 你还修不敬观 那你就越称了 所以他必须合适 适合你这个人 适合调伏你的烦恼 增长你的善根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正确 第二个叫合适 第三个就是你在这个程度 要修些什么 一开始要修些什么 这个次第你也要明白 那么修行的方法要适合你 修行的次第要随顺于解脱 这个是适合正确适合 第三个就是要不断的做相续 他才能够纯守 你要修订也要这样 持戒也这样 你要纯守 你就运作 从有意 就是你要特别 特别发 特别作意 才能成就到任运自然 你不用特别作意 他自然而然就这样 从有分别到无分别 从作意到任运自然 那么你要怎么样 要纯守 所以要合乎向善向善向解脱 要合于这个正确适合跟纯守 要练 要常常做 所以你看阿罕经 经典里面都是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一心不乱 那都是这样做 要常常这样做 天天 那么你看佛弟子听佛说法之后 我文法后 当独一尽触 专肩思维 不放异注 就是不断不断 不断不断这样相续 去修学 那么你才能够纯守 你三天 三天 三天打云 两天不晚 那么你就 你就没有办法 那么 你一下子 喘不群火 一下子 手伸了不用 等一下又开始 永远打不起那个火 燃烧不起 所以他必须要 必须要精进 要有那个意愿 我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那这个 这个如理思维里面 如理思维 这个是实践 那佛弟子有没有实践 他就有没有办法 知法见法 入法得法 那么 在于实践 那么实践这个法 一定要 如理思维 那这个如理思维 一定要 一定要跟定跟会合合 那正念正定 后面才是什么 才是 才是得到 如露的政见 那么 你要正念正定 他必须 如理思维 他必须 专精专一 专精思维 而且 要一次又一次的 不放一 塑塑思维 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 不放一注 要塑塑思维 所以这个思维 就变成 如理思维 专精的如理思维 硕硕的专精 如理思维 那么一次又一次 朝着目标 依着这个方法 前进 那么 不管你是观五蕴 你是观十二处 你是观缘起 你是观六界 你是修四念初 你是修七觉知 那么基本上 都是这样 朝着那个目标 那么不断 一次又一次 一天又一天的 相续 但是 就是你精进的前提 正精进的前提 他一定是什么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正确的 就是说 你的方法 你现在的修行 修行观念 修行态度 修行的观念 修行的态度 修行的方法 那修行的观念 要正确 要正确 修行的次第 要正确 修行的方法 要正确 那这个叫中道 那么 你偏了 那个就不正确了 所以 你的错误 那么 依着正确的 观念 态度 方法 那么 不断的往前进 其实佛法是这么说的 好 所以 那么 他这里讲 那么 那么是以佛地址的行见而定 有没有去实践 有精勤的实行者 你看 叫精勤 那么 就有献绝法性者 有能见佛陀的手以为佛陀者 这个就是念佛的功德 佛陀为什么成为佛陀 你看 那么 他说 能见佛陀的时候以为佛陀 法身也因此实现在能见 能见佛陀所以为佛陀 佛陀为什么 这个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大部分的人 没有办法体会到 佛陀为什么成为佛陀 没有去深圳思考 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 比如说我们念佛 我们念释迦佛也可以 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念药师佛也可以 甚至你要念阿处佛 你要念多战圣佛 你要念屁舍佛佛都可以 那么 每一尊佛其实都是一样 那么佛之所以成为佛 那么 那么 这个就是念佛 为什么说念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这个是大势智菩萨的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念佛是念佛什么 念佛的功德 所以念佛最重要是念佛功德 我们之前讲过阿难佛陀要露面之前 那么阿难问佛 那么佛不在了以后我们要依止谁怎么办 他说佛跟佛跟阿难讲了 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一个就是你要念佛生死 这个我们上次应该有说过 念佛生死功德如是 念佛成道时神力如是 等一下讲到菩萨道跟解脱道也是一样 那念佛 念佛转法人时 渡人如是 念佛念盘时 渡人如是 渡人如是 念佛念盘时 不予以止 不予以止 那这里讲 那么念佛 之所以为佛 那么所谓的佛他是觉者 觉悟什么 觉悟真理的人 佛是一切智者 佛陀的简称 佛陀是觉悟真理的人 叫做觉者 简称叫做觉者 那这个觉包含自觉觉 觉他 他是如何自觉的 那么 成道时神力如是 那么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带给世间什么样的利益 那么佛成道 到底是怎么成道 佛是如何成道 佛是怎么成佛的 你要去研究 那么佛怎么成佛 那么通常 他们从几个角度上去看 一个是从佛共有的 共有的功德来讲 第二个是 从每一尊佛特别的愿力来说 从每一尊佛都具有的 就是所谓的如来十号 如来应共佛的十种尊号 他是从不同的角度 去讲这一尊佛是怎么成就的 当然都是历经菩萨道 如来应共正片之明君主 善事事间解乎上事 调义丈夫天灵师师尊 好 那么 神力 神就是超越世间 超越这个世间 超越生死 超越烦恼 那么他的能力 他怎么去增长这些能力 那么他依什么法修什么行 才获得这种能力 那么如果从解脱这一点来讲 那么就是界定位 如果从自觉觉他 自觉是解脱 那么自觉觉觉他觉醒严满 度人如是 宜教如是 那么这个都是度人的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自觉的 他怎么解脱的 那他解脱了之后 他如何去度众生 那么所有的佛总结起来 那么基本上就是两种圆满 叫做两足尊 慈悲跟智慧 大慈悲跟大智慧 好 那么他告诉你 你真正的念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你想一下佛的功德是怎么成就的 那么你受持这些功德 那么你如说修行 那么未来 未来你也可以如佛 这样成就 那么你见佛 因为你见法 见法就是见佛 佛所知的法 佛是佛所见的法 所知的法 所路的法 所得的法 你也知见路的 那么当你见佛 之所以如何成佛的时候 那么就是你见佛 就是你得到 你知道佛是依着这个法修行 而得成佛的 所以你也依着这个法修行 你也成就佛的功德 这个时候你是真正的见佛 所以现前当然 看你精进的程度 那么你必定会如佛 如佛见法一样 一样也见法 那么见法即见佛 是说这个人 所以波罗经会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个波罗波罗蜜 你真正得这个波罗波罗蜜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终不离佛 也是一样啊 现前当然必定见佛 那你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终不离佛 那么基本上就是 是不是佛要看他有没有法 有没有无肉的正法 如果你没有这个法 你就不叫做觉者 你没有觉悟 你没有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你不能称为觉者 你既然称为觉者 跟其他的众生 没最大的差别 甚至佛跟其他的阿罗安 仍然有差别 差别是在觉他这一部分 自觉这一部分是没有差别的 觉他这一部分有差别 就度众生这一部分有差别 但是自觉觉悟真理 也让他觉悟真理这一部分 那么自觉真理这个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当你知道佛是 依怎么样修行成佛的时候 你了解了 那么你依着这样修行 你也可以成佛 你也可以见法 那么见法及见佛 你就知道佛 之所以成佛的功德是什么 所以一般来讲 那么你欲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那么所以 像净土法门 他告诉你见佛 最重要是什么 见佛文法 得无生忍 有没有 你单单只是见佛 你不能得无生忍 无生忍就是对 无生忍是 你忍证无生 就是你 你确认了 确认了真理 无生忍是 你确认了你得无弱 无弱会 确认了真理 你由这个真理 你确认了之后 你就叫得无生忍 所以叫做花开见佛 花开是什么 心开 心为无名所富 爱解所信 所以他不开 现在你把这个无名去掉 把这个贪爱去掉 那个花才开 花开就是见佛 见佛其实就是 心开入法 心悟入佛法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要了解佛 为什么 佛之所以成佛 功德是什么 你要了解 那我们说 一切佛共有的功德 十号 那么各个佛 因为佛的愿力不一样 释迦佛 释迦佛占五卓二世成佛 那么我们也在五卓二世 五卓二世特别要具有 除了界定位之外 特别要具有哪两种能力 就好像你到那个比较脏乱的地方 比较穷的地方 比较热的地方 要有耐热的人力 比较冷的地方 要有抗寒的人力 那比较脏的地方 要有比较强的免疫力 那细菌多嘛 对不对 那么比较没有水的地方 你要有好几天不洗澡 你都可以受得了的能力 那每一个地方不一样 五卓二世特别需要哪两种能力 障碍多 所以你必须要精进 恶因恶元多 所以你必须要忍入 所以精进跟忍入 就是在五卓二世 特别需要培养的能力 所以释迦佛就是 以精进跟忍入 为特别代表 但是其他诸佛要的功 因为不同的地方要有不同 每一个人都是人 要需要的营养都一样 但是你在不同的地区 你要吃的东西 需要有一点差别 五卓二世 障碍多 不是自己障碍自己 就是别人障碍 所以你要有精进的能力 你才能突破这些障碍 而且恶因恶元多 所以你必须要忍入 要不然你没有修行 往前进两步 或往后退好几步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释迦佛到底是怎么成果的 那这里就是真正知道 那这个佛法 佛为什么成为 所以为佛陀 佛陀是觉者 他到底觉悟了什么 第一个 他到底觉悟了什么 第二个 他是怎么觉悟的 他是怎么修而觉悟的 他觉悟了什么 如果我们从阿安静来看 他觉悟了什么 觉悟的缘起 觉悟的忠告 觉悟的事定 那觉悟的无我 那怎么觉悟的 分析这个我 从五蕴来讲 那么观这个色受想形式 非是我 亦我相在 那么色受想形式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不在内 不在外 那么也非好丑 非好 非丑 那么 非粗 非远 非近 你去观这个 那么 大圣佛法 简单一点 那么直接观心 比如说金刚经 直接观心 那观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比如说保际经 那么他从心 也是从心来观 心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非贪 非撑 非吃 没有自信 从这个地方去观 或是观如梦幻泡雨 路电 那么也可以 那阿安金是 色如巨墨 色如水泡 想如燕 行如芭蕉 色弯弯 因一观 那你要综合观 就是这个心 或是这个我 那如梦幻泡雨 路电 不是我这样而已 一切法都这样 那也可以 那么 他基本上就是 他告诉你 他是怎么解脱的 他以什么方法得解脱 好 知道这个 做什么 他既然是 他生这个病 是吃这个药好的 那我跟他的体质是一样的 那么我吃这个药也可以好啊 他是喝这个水解渴的 那么我喝这种水也能解渴啊 好 所以 所以他这里 就是说 你有能见佛所以为佛 能见佛陀的所以为佛陀 那么 其实就是见法了 那么你一旦见了法 你就有所谓的法身 法身是什么 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 主要是解脱跟解脱之间 那么你有解脱之后 你的戒定慧 你就不会 不会失去 那所以 那个时候的戒 叫做道贡戒 所以也因此实现在人间 佛不在啊 但是 你在啊 为什么 你的法身跟佛的法身 是同一法身啊 你的法身跟佛 因为你见法 就好像你爬到那个高山上 高山很清凉 那么 佛爬到那个高山感受到的清凉 他告诉你这里很清凉 你赶快上来 你上去感受到的清凉跟佛在山上感到的清凉 是同一款清凉 看到的那个 看到的那个境界是同一个境界 那没有到山上的人看不到 也体会不到那种清凉 跟那种幽静 他没有办法 但是谁上来了谁就能体会到 那么谁提会到谁就 因为他知道哪一条路上来 就是方法 那上来之后你会有什么体会 那么你可以再跟下一个人能讲 那佛是前面体会到的 跟后面的讲 那么你体会到的 你也可以跟后面的讲 这个叫先觉觉后觉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么法生就因此实现在人间 最初的法生得解脱 有解脱之见 有解脱就有解脱之见 因为你得解脱 你就可以告诉 要怎么 告诉其他的人 要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解脱 第一个 你可以很正确的告诉其他的人 因为在当时的印度 很多人认为的解脱不是真解脱 所以有四种或是五种外道涅槃 以出禅为得出国 或是以得无想定 非想非想定为涅槃 那你可以正确的告诉其他的人 真正的涅槃是什么境界 你的境界是不是涅槃的境界 那么你要达到涅槃的境界 你必须要合乎什么样 就是要具有什么样的功德 那么要具足这些功德 你必须要有什么的次第修行方法 你可以具足这样的功德 那这个是 这个是当你知道的时候 那么你的法身跟佛的法身 是同一法身 你的境界跟佛的境界是同一个境界 所以大师就是佛 佛即弟子 同法同意同位 同意解脱位 同意修行方法 那么同样的理解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法身也就实现在人间 为什么 你在哪里 正法就在哪里 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法 你知道如何修行 佛法的不断流行 有不断的情形者 今天佛解脱了 所以他会告诉你 知义子法义子 要依法修行 自己依法修行 这个才是正确的 今天希达多成佛啦 希达多成佛啦 这预佛解刚过完不久 成佛啦 那么得法身 法身只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得正法的 正法身 那么一般我们说 用三种 用三种 这是生 财 命 这个都是一却无常的 用三不间 来换成三种坚固的 用三个无常 无常生 那五家共有的 无常的财 无常的命 一般我们的色生是无常的 我们有肉的世间财是无常的 就是随时会没有 这个色生 易脆 那么随时随时会老病死 那是无常 那个财五家共有 得到了之后随时会没有 那个命也是一样 那么用三种不间法 来换三种坚固法 三种坚固法是什么 法身 那么圣财 跟什么 慧命 那么 这个三种 这个是色生 它基本上是这样 等一下再来讲这个 以三不间 换三种坚固 一 三 三种坚固法 三坚固 这个就是色生 我们要有正确的修行 以这个色生成就法生 那其实这个生是形容词而已 就好像肉眼跟慧原一样 那他是能见法 那肉眼是能见物 那不一样 但是 同样取那个能见 那生是积聚的意思 那么我们的色生是五欲 法身呢 五分法身 借定会解脱解脱之间 色身呢 色受想形式 基本上积聚而成的 那法身 重点是解脱 那么解脱一定有解脱之间 那么解脱一定要借定会 所以就成为五分法身 好 那么色身 用义脆的色身来换 义就是贸义 来换 那么不会 就是 不会无常 不会失去的 你一旦得到法身 你就不会再失去 那色身会 用色身来换法身 那么用 用世间的 世财 来换什么 来换圣财 那世财是五家共有的 随时会不见的 来换什么 来换圣财 其实就是功德 才就是功德 那一般讲七圣财 一般讲七圣财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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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戒 惭愧 文社会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来换圣财 然后用这个生命 来换什么 来换慧命 所以我们一般讲 法身慧命 法身慧命 那么法身慧命 一定要具有功德 才能成就法身慧命 那你一旦成就了 你的功德不失 你的法身不失 你的智慧不失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一般说的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么释迦佛成佛 那么得这个法身 那生财命都有 法身慧命 那么 那么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比如说 这个佛弟子信空法师 假设 那么他告诉信空法师 那信空法师 依着佛的方法修行 依着佛的方法修行 也得法身 那么信空法师 要告诉众浩法师 假设 我们看 那众浩法师 也得法身 那就这样 那一个不是传一个 一个传很多个 那么这些又传 那么从2500年前 传传传传 传到 弥勒佛再来 还在传 那弥勒佛也是从前一尊佛 释迦佛也是从加瑟佛 或者更早一点 从兰登佛那边 那么一直传 传来现在的 那么一世一世的圆满法身 就法身渐渐渐渐圆满 当你正出国的时候 叫做出德法身 当你正阿罗汉的时候 叫做圆满法身 叫做厚德法身 当你成佛的时候 叫做圆满法身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么当你有法身的时候 那么你就能够再传下去 那么释迦佛灭渡了 那么阿难在 加瑟在 比如说他传给信空法师 那信空法师在啊 那法身有没有灭 没有灭啊 为什么 佛的那盏灯 信空法师把它点燃了 还照耀着啊 那信空法师不在了 众号法师就这样一传传下去 叫做传灯嘛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法身有没有灭 没有啊 法身一直在 所以叫做法身 藏在而不灭嘛 就这样一传一传 那如果没有呢 到众号法师之后 再没有人得法身啊 这个秘方 这个方法失去了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在怎么样得法身啊 灯就灭了 所以那他要怎么样得法身 那么释迦佛怎么修行 信空法师就要怎么修行 那么信空法师怎么修行 中奥法师就要怎么修行 所以前面就讲嘛 要有实践的这些佛弟子 那么才能够让法身 法身在不在 那么要看佛弟子 有没有如梭修行 有没有依教奉行 那依教奉行 一定要欢喜信受 你对这个佛所做的法 理解的正不正确 然后再来看你实践的彻不彻底 你理解的不正确 那你很可能会偏掉 错误掉 那你实践的不彻底不究竟 你会公亏一窥半途而废 那么也没有办法成就啊 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法方法很重要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现在不太管啊 现在不太管 就单单念佛名 你都不晓得佛法是什么 那么所以你不知道佛陀 之所以成为佛陀 的原因是什么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这个就会让正法不得久度 本来是没有末法的 结果大家都这样想 大家都不学习正法 都不修行正法 都不理解正法 所以也没有人能够正德正法 本来没有末法 给你这样一操作 真的就末法了 为什么 那没有人啊 你的经典都拿来包油条啊 对不对 那你没有人去研究啊 那麻烦了 因为不需要嘛 不需要了 所以就好像那个热年宗 用法法经不用研究了 你念南无妙法 法法经就可以全佛了 你念那么多做什么 对不对 那麻烦了 那里面讲的修行里面 里面讲的修行方法 那么你都没有了 那你怎么 你不依次地修行 你单单念南无妙法经 你怎么成佛 你都不晓得 释迦摩利佛是念南无妙法经 成佛的吗 不是啊 不是啊 所以他是怎么成佛的 他是怎么修行成佛的 他是怎么解脱的 他是悟得什么得解脱 解脱跟不解脱的关键在哪里 成佛跟不成佛的差别在哪里 那你必须要知道 凡夫跟圣者的差异在哪里 那你都不知道 那你要怎么超凡路圣 凡夫跟圣者的差异在哪里 我问大家 凡夫跟圣者的差异在哪里 凡圣的差别在哪里 啊 对 那么金刚经说 一切贤圣 皆以什么为差别 无妙法 无妙法是什么 就是你见到那个真理 有无肉味 那你说 有无肉味 没有无肉味 是凡圣的差别 没有错 那么就是你能不能见五威法 五威法就是不生 那其实就是无我 就是如果从阿含经 我们比较直接的讲 你有没有断身见 你断了身见 你知无我 你只要断身见 你就是圣者 你没有断身见 你就是凡夫 所以断身见的根本 必须要断哪两个 煩恼 戒进取跟什么 戒进取就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这样的方法并不能成就 你却以为这样的方法 可以解脱 结果你一直修不能得解脱 比如说苦行外道 苦行外道 那么他一直苦行 他以为可以得解脱 他苦行到死他都不能解脱 所以他不能得法身 他不能得解脱 是因为他非因既因 另外有一些修定的 比如说释迦佛的两个老师 阿罗罗加莱跟塔婆罗摩罗子 得了无想定 得了无所有促定 得了非想非非想促定 非果既果 他以为那种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 结果 因为涅槃已经是就近了 他就不再修了 他就到这里 他以为就是涅槃了 那么结果不是涅槃 非果既果 所以也不能得解脱 他没有办法再向上 他没有到顶点 他以为得顶点 他跨不过那个凡胜 那个差别那一关 这个叫非果既果 那个就是释迦佛经历过来的 他经历 这个非果既果 他突破了 他的师父跟他讲 这个就是涅槃了 你已经到达顶点 你已经跟我一样的解脱了 释迦佛后来发现 他心还没有得解脱 他一开始其实是修苦行的 看这些根本就不对 他一天就走了 后来又到苦行点 他自己在那边修行 跟着那些人修行 六年苦行依然没办法 所以他先要突破 他先要突破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叫做借进取 你借进取没有断 就是你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观念 其实不是解脱的观念 不是可以向解脱的修行 但是你以为是 麻烦了 你就在错误里面 你这一点没有破 那没有办法 这一点 但释迦佛就算 没有非因即因 没有非果即果 就解脱了吗 也没有 他还要具足某些人力 所以他即使知道这个不是 苦行不能得解脱 这样的境界不是涅槃 没有非因即因 没有非果即果 就是没有借进取 他还必须有借定会 就是有定有会 那么去认识那个真理 去照见无我 去照见缘起 那么 所以后来他在普提数下 见到缘起 他解脱了 那么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世间整个现象 四地的说出来 叫做四地 所以你 当你在山上的时候 你很清楚 山下有几条路可以到山上 要哪一个次地可以上 那么 所以 一般来讲 三节 借进取 一 就是你对于正确的路 没有华语 对于 其实 道 法就两个而已 真理 你怎么证的这个真理 你完整的证的这个真理 因为你是走过来的 所以你是过来人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证的这个真理的方法 你没有任何华语 于正法律没有疑惑 所以 你这个就是 断这个义 就是 你很坚定 很正确 很肯定 很确定的说 就必须要这样修 没有这样修 你就不能得解脱 那么你这样修 决定可以得解脱 你如果这样修 具足了 你一定可以得解脱 你如果没有这样修 没有符合这个功德 没有具足的功德 你一定不能得解脱 你对于这个没有任何华语 所以你确定了 所以仪式对什么 对试定 就是对解脱的方法 没有华语 所以他这样走过来之后 他见到真理 见缘起 那圆满 那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来说 那么佛法 佛法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那么你要理解 凡圣的差别 你要知道 第一个 你不能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是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你要超度 念个经就可以超度 那么 你要成佛 念佛就能成佛 不是啊 不是念佛就能成佛 念佛跟成佛当中 一定要修行 如佛修行 佛是这样修行成佛的 那么你要成佛 你也要如佛修行 如佛的这样修行 那么佛是认识这个道理成佛的 才成佛 才成为抉择 你也必须认识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观念你一定要知道 那不是 那么比如说 阿含经讲 如果 如果我们有一些障碍 那么你过去做错了 那么有一些障碍 那你必须要修身修心修见 那么 忏悔 言欲清里面说的吧 那你没有 你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你就念一个什么咒 那就可以灭你所有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灭你五逆重罪 没有这样子的 你也不用忏悔 你也不用修身修心修见 你就一句咒 两句咒 三句咒 十句咒 百句咒 千句咒 然后就可以灭你的罪 非因即因 灭罪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却认为 它可以是一个方便 让你是有一个希望 让你收射这个身心 在你以这个咒 来收射身心的当下 你改变你的神口欲 你起畅微心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 你如果真的认为 我念了这个咒 比如说灭定月真言 我就可以灭定月 念能言咒 我就可以灭五逆罪 念佛一生 就可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我告诉你 你这个叫做什么 你这个叫做非因即因 因为这样的方法 并不能真的产生这样的效果 它可以是一种方便 收射你的身心 让你的身心 专注在向上 向上 向解脱 是可以 但是你还必须知道正确的方法 那么如果没有 你单单就这样 那其实生死重罪 什么叫生死重罪 生死重罪就是 你不断轮回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不断轮回 根源是什么 有我 有我嘛 所以当你执着有我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轮回 所以阿含经里面常常说 就是经典里面会讲 那么身见 我们这个身心有五蕴 你在五蕴里面 各取 是我 亦我相在 的这样执着 我们把这个讲一下 所以有很多观念 它其实是方便说 或是它的重点不在那里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 这个五蕴 五蕴是色受想行事 色 受 想 行 是 那你执着色 是我 是我 色亦我 或色中有我 相在相在有两个 就是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中有我 我中有色 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你任何一个执着都叫做我见 你不管执着色即是我 己运我断见 离色有我 那么离运我 常见 或是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你不只做色是我 但也不只做色亦我 也不只做色中有我 但是你知做什么 我中有色 它还是有生死 那么色有四种 色有四种邪见 四种会让你生死的邪见 那么受也一样四种 是我 义我 相在四种 想也一样四种 那么这五个加起来就有二十种生见 那二十种生见 每一个生见 都会让你经历无量的生死 你只要执着一个有我 那么你就会让你执着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什么 就有苦 就有业 有业就有罪 基本上是这样 它有报 罪报 那么所以 所以经典你把二十种生见说什么 二十一节生死重罪 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有二十一节的生死重罪 那如果当然 你如果下三二道 那个它就会加重 因为它比较苦 所以基本上是 你有生死 你有生死 那你必须知道生死的真结是什么 生死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你之所以生死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有生见 所以你要断生死 你必须要断生见 那么烦恼有见烦恼跟暗烦恼 那么生见的见烦恼是根本 见烦恼断了 不一定就解脱生死 但是 离解脱生死不远 震得出国最多七次人天王法 它必定得解脱 那么如果你在进一步 震恼的话 现在就不受厚恼 当下就得解脱 那么其实是这样的 好我们先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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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